你好 欢迎收看12月28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李慧 受0918抢震影响海铁预理到复理路段 经过100多天抢修之后 在28号终于是恢复了通行 台铁局长杜威一大早就搭乘南下402次太鲁阁号 准时抵达台东 沿途他也实际体验列车通过修复路段情况 他也表示目前桥梁设有监控系统 可以严密来监控确保通行安全 列车缓缓使劲站 终端100多天的台铁花东线终于顺利恢复运行 而台铁局长也专程搭乘一早6点南下的420太鲁阁号 抵达台东 而台东的民众则表示 要前往北部终于不用在舟车劳顿了 前几天买票都不知道 今天才知道买票才知道 就不用再接大街火车了 对对 就很开心啊 这样子就不会那么麻烦了 那你曾经在中断的时间搭过吗 没有就不少了 没有很少 所以这一趟是要去哪里 台北 受到918强震的影响 玉里到傅里之间的铁路受损 经过台铁局的努力抢修之下 原地需要半年的工期 修复的进度大幅超前 并在28日恢复花东线的运行 而台铁局长也表示 目前列车在通过抢修后的桥梁时 会采用减速的方式 确保旅客的安全 今天是我们918震灾以后 我们玉里到傅里路段第一天 恢复正常营义行驶 刚刚我自己本人也搭乘了第一班 台北到台东的4024的直强号 沿途行车都很平顺 经过整修路段 它的品质也不错 我们对修复的路段 我们会特别的注意安全 也会有持续监控路段的机制 那这个部分我们想 因为是在28号就恢复正常营运的 所以我们未来元旦跟春节的输运 我们会加倍努力 为这个旅客来提供更好的服务 而台铁局长也指出 目前是以降速通过修复路段 不过元旦廉价假期过后 若列车的运行顺畅 再加上有监控设备 明年春节的列车 有望可以提升到正常的速度行驶 用来输运大量的返枪 以及出游旅客 介绍陈静林台东市报导